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早前揭露 疫情期间采购回来的呼吸辅助器 由104部故障浪费公帑 一度传召10任交通部障 那都是李魏嘉祥共证 这起采购5B案件 今天在下议院上演了罕见的一幕 集盟议员给魏嘉祥撑腰 而当事员更是为自己喊员 所以我在这里今天要不要爱的 这不是DML的拥有 这应该是职业的职业 为什么要玩与这一件事 第一,我购买了800元 来自MKN和智奔 20-25月2020 不可能会购买 第二,我购买了 西蒙金堡区国会议员张哲敏 今早参与财政预算案委员会辩论时 直接点名时任卫生部长 南都司令阿汉巴巴 必须对披露负责 魏嘉祥则在下午 当卫生部总结辩论时 起身打岔 强调自己运回呼吸辅助器之后 第一时间转交给卫生部 而部门前秘书长陈超明也共称 当时出任交通部长的他 没有参与采购决策 谢谢旺金堡区国会议员货 货席家出院货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